今天狐狸猫、小树蛙、黎黎和麦麦 约好了一起去游乐园 温到下午肚子饿了 他们决定分头去买点心来吃 两个人去买甜甜圈 两个人去买饮料 于是狐狸猫和小树蛙 就到了卖甜甜圈的摊位前排队 甜甜圈每隔40元 若一次买的数量超过五个 每多买一个每一个甜甜圈的价格 就少两元 我刚刚听到前面的人 花了300块买甜甜圈 这样他是买了几个甜甜圈啊 这个问题是不是 也可以用一言二次方程式来帮忙呢 没错 但在这之前 我们现在想一个问题哦 狐狸猫说 刚刚听到前面的人 花了300元 买甜甜圈 那我们可以先想一下 这个人有没有买超过五个甜甜圈呢 答案选A 没错 如果有人花了300元买甜甜圈的话 那他一定买超过五个甜甜圈 因为如果买刚好五个甜甜圈 40乘以5等于200元 最多只会花200元 那现在我们要来算 花了300元买甜甜圈的话 究竟是买了多少个 第一步 第一步假设未知数 我们就假设 比5个比5个多买了x个甜甜圈 因为单价乘以个数等于总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单价和个数该如何劣势 原价40元 一次买超过五个 每多买一个 每一个甜甜圈的价格就少两元 所以新的单价为40-2x元 而买的个数就是5加x个 总价就是300元 所以我们可以列出 括号40-2x乘以括号5加x等于300 这个方程式 接着把乘机展开 移向化解 可以得到x平方-15x加50等于0 利用十字交成法应试分解 得到括号x-5乘以括号x-10等于0 两式相乘等于0 所以x-5等于0或x-10等于0 利用得到x等于5或x等于10 但只要是应用问题 都要记得回去检查这些解 有没有符合提议 当x等于5的时候 我们把x等于5带入单价 按个数计算 可以得到单价为30元 购买了10个甜甜圈 所以x等于5这个解 是符合提议的 那另一个x等于10的时候呢 一样把x等于10 带入单价和个数计算 可以得到单价是20元 购买了15个甜甜圈 所以x等于10这个解 也是符合提议了 代表这个人 可能买了10个甜甜圈 或15个甜甜圈 我刚刚好像也听到 有人花了500元买甜甜圈耶 那这样他是买了几个甜甜圈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刚刚的列式 再看一次 只是把总价改成500 接着把成绩展开 一项化减得到x平方 减15x加150等于0 这题我们试着用公式解解题 首先令a等于1 b等于-15 c等于150 我们可以先算判别式的值 b平方减4ac等于-15的平方 减4乘以1乘以150 计算得到-375 所以判别式的值小于0 那么你还记得 当判别式的值小于0的时候 1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是什么情况吗? 答案选C 没错 当判别式b平方减4ac的值 小于0时 这个1元二次方程式 是无解的哦 那刚刚我听到有人花了500元买甜甜圈 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是你听错了吧 嘿 狐狸猫 小树蛙 我们买完饮料回来咯 一杯是小树蛙的 一杯是狐狸猫的 这杯多少钱啊 糟糕 我忘记了 我只记得刚刚我们买的数量 比一杯饮料的钱少十四 但我们刚刚是跟隔壁班同学一起合买的 所以我也记不得我们一群人 总共是买了几杯 我只知道 刚刚我们一起共付了三百元 老板找给我们二十五元 别担心 其实这些资讯就足够我们算出一杯饮料是多少钱咯 先整理一下现有的资讯是 一致购买的数量比饮料的单价少十四 结账时付给老板三百元并找回二十五元 我们想知道的是一杯饮料多少钱 首先设一杯饮料为X元 我们知道单价乘以数量等于总价 那么你会列出一个符合题目意思的方程式吗? 答案选B 我们已经假设单价为X元了 因为购买数量比饮料单价少十四 所以数量为X减十四 结账时付给老板三百元并找回二十五元 代表总价为三百减二十五 根据这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列出X乘以括号X减十四 等于三百减二十五这样的方程式咯 所以答案选B 接下来我们继续解方程式 依序将乘机展开移向后 可以得到X平方减十四X减两百七十五等于零 再来利用十字敲乘法公式分解 就可以得到括号X减二十五乘以括号X加十一等于零 所以X减二十五等于零或X加十一等于零 一向变成X等于二十五或X等于负十一 那么因为我们假设X为饮料的单价 价钱不可能有负答 所以X等于负十一这个解不合理 因此我们就得到一杯饮料的价钱为二十五元咯 原来是二十五元啊 那我要给你二十五元 我也给你二十五元 在这支影片中 除了又利用应用问题固定的解题步骤来解决问题外 还了解到如果遇到买卖问题 可以先写出单价、个数和总价各自的列式 再根据单价乘以个数等于总价 来列出符合题目意思的方程式 下次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四个人在游乐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吧 那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